好 所以請教一下德維哥 因為你看喔 那昨天那麼多場 我覺得藍營竟然要炒冷氣這個 那很多人也沒去啊 朱主席也沒去啊 那不是也是在吹冷氣嗎 沒有 我的看法 我覺得你的邏輯有問題 什麼藍營在炒這一個 今天基本上這個是因為 昨天蔡總統在原山飯店 那大家問了他 問了他一句關於冷氣 總統就說這冷氣不錯 那某種程度我覺得 蔡總統是中華民國領袖 是我們三軍的統帥不壞言 他講話我不認為他並 他不是只是要講冷氣好或壞 而是重點是他應該 假如他想對於外面的 這一群年輕人也好 或者黃國昌館長的 這個大活動也好 來做一些回應的話 我覺得他可以說 但是假如媒體沒有問 他不必特別談 那這個禮拜天你們全代 會不會吹冷氣 沒有 所以我的看法 現在全臺灣都在吹冷氣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難道 你們會吹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看法很簡單 重點並不在於吹不吹冷氣 而我認為大家今天在討論的 我覺得你把他 栽在國民黨身上 主持人我覺得必須提出抗議 因為這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來栽他 你去看今天的報紙 你去看今天的電視 是媒體在栽他 關國民黨什麼事 你現在把他巧妙的轉到國民黨的身上 我覺得沒有意義 但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又再應該這樣講 他完全沒有 因為是所有的 反而在原山飯店吹冷氣 說風了 今天所有的媒體 各黨各派都有訪問 所以郭台銘有講 柯文哲有講 侯友宜有講 我認為也會綠營的 也會去做訪問嘛 所以這不是國民黨要在他身上 如同我想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開全代會 如同大家一樣 一定會開冷氣 所以冷不冷氣不是重點 那接下來民眾黨 也會開全國代表大會 或者他們的大會 也會開冷氣 所以我倒是覺得 其實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綠營也好 民進黨也好 綠媒也好 不必氣急敗壞 其實你就好好地闡述 我講的跟那個 昨天的這個活動是無關的 其實這樣就好了 那與其這樣 一直去塞給國民黨 或者塞給侯友宜 說是國民黨要來害 我知道我講得很直白 現在黨政軍所有的權力 基本上在民進黨的手裡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怎麼會塞到是國民黨 要來說 要把它塞進去呢 我覺得沒有 王子澤有講嘛 子澤有講說 凱盜汗水湊 圓山洞十股 這是王子澤講的 發言人嘛 凱盜汗水湊 圓山洞十股 所以接下來七月二十三 國民黨開 董代表大會 一板橋體育館 我直接塞山洞 他們不會開你們 因為如果開下去 凱盜汗水湊 板橋洞十股 八月六號 民眾黨 民眾黨趕快 民眾黨去開什麼黨慶 凱盜汗水湊 烏制洞十股 台東國際展覽館也要開了 這個董事長開講 這個禮拜 郭台銘 董事長開講 郭台銘臉書自己寫的 郭台銘寫 郭台銘接下來董事長開講 都沒要開冷氣 開什麼冷氣 路由動十股啦 海盜汗水湊 董事長用織鼓這樣 那新英副報要不要開冷氣 不行啊 太熱了啦 還要開冷氣嘛 不行啊 別煩 因為你講完後面 就是董代表大會 董代表東京 董事長開講 郭台銘你這個禮拜 七月二十二就要辦這個 對不對 你要辦這個 你會不要開冷氣 你現在就全部 你把那個有指甲說都不要開 許小新說都不要開冷氣 看你要來主持 要整個改正戶外 改正戶外好了啦 就沒有冷氣的問題了 董事長開講 全部改正戶外 這樣就改管 郭台銘加油 真的 好 所以請問冠婷 所以不要刷這個仇恨值嗎 當然你看喔 德威哥這樣講 不管是不是說什麼 不要故意按在 國民黨嘴巴裡面 你看郭台銘此刻不就跟上了嗎 代表他們覺得這個有用 林甄宇就認啦 他那個時候凱道遊行 他在錄政亂節目 所以這證明說什麼呢 民眾黨這也是一樣嘛 那剛剛這個一串哥不是也有講嗎 七二三國民黨不是要全代會嗎 民眾黨不是也要黨慶嗎 大家也要一視同仁嘛 是不是 沒有 沒有人操作冷氣這個議題 媒體怎麼會爆 這個事情不是推給媒體就好了嘛 朱立倫主席怎麼講的 朱立倫說 當侯友宜跟年輕人在凱道 在豔陽下追求公平正義 民進黨穿著西裝 吹著冷氣 吃香喝辣 五星級大飯店享受 這誰講的 朱立倫講的耶 是五星級飯店 朱立倫講的耶 是五星級飯店 誰在想說 等一下我會想嘛 不要插我嘴嘛 民眾黨林甄宇他罵說 人民在高溫下上凱道 執政黨飯店裡吹冷氣 然後之後被踢爆 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下午自己在錄 政論節目也在吹冷氣 無聊嘛 這件事情背後是什麼 民進黨是不是因為看到 那個黃國昌跟館長 他們決定辦這個遊行之後 七月十六決定的時候 我們故意在五星級飯店 故意在那個裡面吃香喝辣 然後有冷氣的地方 然後跟他對嗆 不是嘛 這件事情 五月份的時候 民進黨宣佈權貸會 七月十六在原三飯店辦 為什麼在原三飯店 那是我們主黨的地方 尊重一下好不好 再來第二個 民眾黨跟國民黨 他們今天操作這件事情 有沒有邏輯 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去這兩個活動 看阿川有稍微講 要講清楚一點 七月三十號 國民黨的權貸會 在板橋體育館 你們會不吹冷氣嗎 王毅川剛才替你們承諾 我不相信你們敢 你們敢就說對 我們宣布不吹冷氣 再來第二個八月六號民眾黨黨慶 在臺中國際展覽館 一定也吹冷氣 所以這要講什麼 這比吹冷氣很無聊 吹冷氣本質上哪一個黨的黨慶 全代會不會吹冷氣 是誰在操作 我剛才講完的朱立倫 我現在講侯友宜 民進黨說一套做一套 大樂體還穿外套吹冷氣 說著風涼化 所以前面剛才立委講說 那個是媒體在操作 不要給我們國民黨 結果我現在講的國民黨 國民黨說你們沒有在五星期飯店嗎 這誰在操作 再來民眾黨發言的楊寶貞 他說冷氣還不錯 只剩黨傲慢自己 感到令人髮指 我就還原給你看 那天是怎樣 那天是在圓山飯店的門口 蔡英文走進來 旁邊有記者 問他說 你今天穿這個棒球外套 對對對 第二句是關鍵 總統你會不會熱 哪一句話提到遊行了 哪一句話提到遊行了 問你會不會熱 總統說冷氣還不錯 廢話 在那邊問你會不會熱 如果沒有冷氣 當然會熱 這就是斷章取義 我最後回來講 我稍微統計一下 過去十年 台灣的公共議題 遊行或運動 有提到冷氣三次 第一次 二零一四年三一八 當時占領立法院 然後後來有很多立委 大家覺得說 擔心學生在議場裡面 太熱 沒有空調 然後希望王院長 把空調打開 這第一次 第二次是什麼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二零二零年立法院 審監察院人事的時候 國民黨 哇 攻占議場 然後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藍尾攻占立院 林維州 現場要求開冷氣 大家都還記得吧 林維州那邊要求開冷氣 開冷氣嘛 然後開電燈嘛 我沒有說不能開冷氣 不能開電燈 這樣子的操作結果是什麼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中國CCTV 來看一下嘛 又來了嘛 CCTV來 我看標題就好了 我如實轉述嘛 七一六凱盜遊行 侯科合體 臺灣媒體 貿號 匯集反民進黨大聯盟氣勢 我這片小標 關鍵是大標 蔡英文受訪稱 冷氣還不錯 遭民眾質疑 誰跟你講冷氣還不錯 是跟這個遊行有關 媒體現在哪一句話 問到遊行了 所以到底誰在操作 如果這個事情還能奧位 服了你 好啦 讓德文哥服務一下 我們講 現在講到 來 剛剛講的 有三次談到冷氣 第一次是什麼 太陽花在立法院裡面 有沒有開冷氣 有沒有 有 第二次是國民黨 佔據了議長 請問有沒有開冷氣 沒有 林維中那次我記得有 沒有 絕對沒有 因為我躺在裡面 大家去查 誰當院長 誰當院長 尤錫坤 尤錫坤當院長 我在那邊睡了三個晚上 我當時我就告訴我 我問我自己 假如我當一個立法委員 我當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今天我執政 民進黨的立委在場子裡面 我當院長 我會不會開冷氣給他吹 講實話 我會 因為 那時候真的 來 怎麼那麼在意冷氣啦 那真的在冷氣啦 我跟你講 大家要講 來 要講 大家講清楚 所以剛剛講到的 第三次談到冷氣 第三次談到冷氣 是昨天在圓山大飯店 其實我沒有苛責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 因為她去參加民進黨的 全國代表大會 你說圓山飯店會不開冷氣嗎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也必須誠實的講 有沒有這三次 剛剛講得非常好 三次談到冷氣的部分 誰沒有吹冷氣 我講真的 國民黨的立委沒有 雖然林維州 雖然林維州有要求 但是我必須很誠實的講 民進黨的院長 非常有gots 所以我倒是覺得 在這個部分裡面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大家就就事論事 所以你既然要提林維州 我就可以告訴你 當時是沒有的 好 我聽得出來 反正委員的意思就是 國民黨有要求吹冷氣 後來沒有吹到 結果就這樣 但重點不是這個吧 重點是 蔡英文沒有去嗆這個遊行 今天被搞成說 我們是這樣故意 那邊講要吹冷氣對象 所以你要幫蔡英文說 我覺得我沒有話說 我是說從頭到尾 不用這樣子亂講 等一下 重點不是冷氣好嗎 重點是 以後你們要辦遊行 就辦到晚上比較涼 不要在下午那麼熱的時間 不然人那麼少很難看好嗎